Hello大家好 今天要带小红去做手稿了 从提车到现在三周吧 小红已经跑了接近150公里 我们看一下现在的样子是什么样的 看看机油是什么颜色 基本也没有很黑啊 先我们就准备出发 毕竟把车交给4S店的老板 就是我身后这个车行 因为疫情的关系呢 不能够去车间也不能够看 也不能够录他能看 但是我和老板聊了一会儿 了解到了不少的信息 这么说吧 我在1000公里的摩托机的时候 感觉上有一个问题 就是我在高速的时候 或者在高速公路上 尤其是在五档或者六档的时候 加速一段之后 当我关闭油门的时候 会觉得 哎,车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正点 就像谁拿了个橡胶锤 对着脚踏锤了一下 不是很重 但是就你感觉的很清晰 我一直觉得这个是不是不正常 后来老板告诉我说 不是的 就是因为新手的链条比较紧 呃,我决定全且相信老板的说法 因为我觉得可能也有道理 之外呢 我还学习到了另一个信心 就是老板告诉我 最初的磨合1000公里的时候 呃,店里给加的机油是最普通的 或者说最差的 传统的矿物机油 为什么呢 是因为这个机油的耐用性很差 呃,毕竟磨合器嘛 就是要让各个金属零物件 有一定的磨损 然后找到最好的状态 如果一开始就用最好的抗摩擦机油呢 呃,实际上就 嗯,抵消掉磨合器的意义 老板这样说的 所以现在呢 就会换合成机油 品牌呢 是一般的 就是写起来 是不是像iPhone那个 呃,也会换 机油的过浴 以及 嗯 紧一下各处的螺丝 链条松弃和开压 这个都会测试 呃,我觉得这对我还挺好的 因为我 拍到现在也没有测试开压 这个是很不好 应该非常关注 好了,老板说大概一小时后会好 呃,汇发信息对我们就等一下吧 OK 已经收到了 呃,换了机油 现在是一个更好的机油 换了 机油的过滤网 并且呢 帮我把链条也紧了 而且上了油 整体上来说 感觉还是挺好的 现在我要跟我的朋友 一起去 试一下车 哦 哦,什么情况 火灾啊 哦 我的天哪 给大家交个作业 车的首保真的太重要了 买新车 每一千公里的链条上油 每一千公里链条 呃,调整松紧 实际上是要紧 因为会越来越松 呃,你越来越松呢 就会觉得这个车越来越不流畅 会出现这种 呃,咔哒咔哒的震荡 然后每六千公里要换机油 开心,好开心啊 真的是原来链条的紧度产生的问题 我现在关掉油门的时候 就是很流畅 也没有任何问题